現在這個社會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overloading的資訊 我們現在一天的資訊量 是過去楊貴妃一輩子的資訊量 請問一下我們大腦有更發達嗎 沒有耶 那它怎麼過濾 透過品牌 透過品牌給它們想像 這整個的市場是已經完全沒有規則 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行李突然度派出 第二個顧客越來越難倒 第三個最可怕 我們都不知道敵人從哪裡抱出來 自有而有為之變 自有而有為之化 這個變化它是持續在進行 它是屬於愛人生的提醒 所以呢 我們很清楚的 沒有規則 只有創新跟新創不斷 有幾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三件事 因為複雜的事情 我們盡量單純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品牌 現在我們要想的一件事情 只有一份 我們對顧客的核心思考是在哪裡 我們在講產品的時候 多半是想考慮自己的產品 怎麼樣 價格多好 品牌不適合 品牌是在消費者腦袋裡面 心裡面 對你的思考 對你的幻想 對你的價值認定 第二個 也是因為 顧客為思考 所以有兩件事情 如果你能夠掌握 那麼你的品牌就肯定 多了一雙思考 一個是變 一個不變 因為天下大事 這五千年來 從來不變 是什麼 人性 你的氣度 你的焦慮 你的難過 你的生氣 這幾天年來是不變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掌握 你能夠抓住他們 對他們的了解 這是不變的部分 那變的部分在哪裡 那為什麼消費者 我們說消費者很難懂 因為消費者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哪裡 但是透過一些科技 透過一些數據的分析跟解憶 我們可能能夠提前預測 它大概要幾次 但是一定要記住 Big Data 絕對不是重要的 要Live Data 不能說我累積了30年 你可能20年寫的資源會用 這必須要能夠解憶 出來跟你的品牌的相關度 加上它對人性的某些深度的渴望 你加在一起 掌握這個變跟不變 你才有辦法知道 你對這個顧客 到底有沒有最深刻的了解 第三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創造 在線上或線下 以及它產品使用的經驗 然後透過這三個經驗的成果 你才有辦法形成 你的品牌 在消費者的心目中 他的生命裡面 形成猛斷的意義 品牌最高的意義 就是要創造 在消費者的心目中 創造對價值的想像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這世界上的想像會停止 它是無此境的 永遠來安靜 所以呢 透過Play by Share 你要讓消費者自己 他想完 他會買 不是買你的產行 不是花錢買你的 是買你的概念 買你的精神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想分享 這三個的順序無所謂 但一定要讓它轉變 你才有辦法去創造體驗 所以品牌很簡單 你只要看你的品牌 在某一個人的生命的過程裡面 沒有辦法特別特別的運動 那個意義是什麼 是不是你想傳達 是 那就是對